林委員長 布長請 林委員長 布長 我今天本來是想要跟你討論 《倦改條例》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選區中正萬華很重視的事情 不過我想這段期間 憲兵違法搜索已經燃起全民的怒火 那 全國的人民都在討論這個捍衛權利的議題 所以我想之後 還要請部長在另外找時間 我跟您討論關於《倦改條例》的部分 來花時間來演你 看怎麼樣修正 我想過去這幾天的折騰 部長你也辛苦了 連你的部署都 騙你說全程都有錄影 我想在這邊 我也不想再給您這個 太針對性的這個 口水性的這個工房 我想我們就誠實自然的問答 那知道的就知道 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 然後不確定的就不確定 免得又要幫這個屬下揹黑鍋 那 畢竟有很多事情也擊斃很久 部長也才做一年而已 那是不是擊斃八年 擊斃幾十年了 我想 我也不想讓 部長一個人在這裡擔這些責任 所以首先我想請問 前天部長您有說更清楚的報告 其實是昨天可以交給我們 那好像還沒有對不對 我們的行政調查 因為跟委員報告 最近北檢也在調查 我們很多的當事人 也都在各地方在應訊 好我知道 所以我們已經在做我們的行政調查 我們會跟委員報告 我們希望在這一兩天就把它做到 OK 好 所以我想 我希望你們提出更進一步的報告 是非常認真的 希望不是這個 我這邊跟委員很誠實的報告 因為我們做的是行政的調查 好 沒問題 行政調查跟行事的調查又不太一樣 好 所以希望不要因為我不是用吼的 結果覺得不是認真的 我第一天其實是非常希望隔天就可以收到 那再來就是 我想國防部出了這麼多的事情 那結果看這一本施政報告裡面 其實很諷刺 因為一直到昨天才拿到 那相較於外交部或是僑委會 他們幾天前就都給我們 那結果這一整本裡面 我還以為你們這幾天是趕快收集 跟這個案件有關的資料在裡面提出報告 結果整本 不管是憲兵隊政治作戰局 軍事安全總隊保防處 一個字都沒有 我想要請問部長是平常就疏於管理 還是這些是黑單位不能寫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很抱歉 因為周一的時候 趙委已經叫我們來做專報 當然我們那個專報寫的可能 各位委員不是那麼周延 所以那邊開了一次專報 而且也在委員會報告過了 所以我們這個就針對我們國軍的 整個的業務報告 那部長 那是不是我就請你在這個機會 因為現在軍事安全總隊成為全民的焦點 大家連網路上都找不太到這個單位 資訊不明不白 那給你一個機會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 你有辦法很簡單30秒 用全民聽得懂的語言 他在做什麼 跟委員報告 軍事安全總隊 他按照情供法來講 他是情供法下面的一個 軍事情報的一個單位 他編制差不多不到300人 他是負責我們國軍一些機密文件 所以大概多少預算 四千多萬元 好 那所以我要再問一次 前天我問過的 那在這300人裡面 負責監控網路的業務有多少人 沒有 沒有專 有沒有 對不起 跟委員報告 我們沒有專責的監控 所謂的網 所謂監控網路的人 好 那我們不要專職網路 我們負責監控所謂傳媒 包括報章雜誌 電視 電台 以及網路 這一整個傳媒 大概多少人 報委員 我上次有跟委員報告過 我們所謂的 我們在看傳媒 是掌握社會的脈動 好 那我們不要用監控這個字 不是監控 是我們講到我們國防的事務 我們必須要注意 我們要回應 所以 那我們不要用監控好了 就是在看 這個整個傳媒 這個情資收集 這樣有多少人 就網路的部分 或是中這個傳媒 我們一般 像我們的 因為 我們的 戰情中心裡面 也有一些電視 他們看到了一些 媒體的報導 或一些相關的資訊 他們必須要回應 給我們相關單位 做新聞的處理 好 我了解 那所以就是大概三百個人 大家都一起看 沒有特別的一個小組 不是每個人都在做這件事 跟委員報告 這些我們只是 剛剛他講的 我們沒有專責的人 在做這些事 好 所以那我想問一下 那這樣子的事情 這件事情 是一個general的方面在做 對於這個大眾傳媒 以及網路的部分 沒有專責的小組 而是三百個人 可能是 有的時候有人是看到拍賣網站 有的時候有人看到電視上面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要問 那這樣子大概是 這一組人過去的業績如何 除了這一個案子以外 跟委員報告 我們軍事安全總隊 從一百年到現在 我們總共破壞了共諜案 有二十一件 是 所以就是這個完全都是共諜案 那至於說 網路上面的這個資訊的這一種的 有沒有其他的案子 他有三大責任 一個是軍中的泄密 盡量要減少 第二個就是 共諜案 好我只是再確定一次 第三個是我們軍隊的安全 除了這一個共諜案以外 過去在大眾傳媒 或是網路上面 是零案就對了 是零案 只有這一個出錯的案 就唯一的第一個案子 結果是錯的 過去是零案 不 以前有 我所了解的 以前有這些 軍品的案子 好 OK 關於網路的 關於大眾傳媒的是零案 那我想這一塊 這個大家 有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支持 我是覺得乾脆裁測這一塊 真的 有沒有辦法接受 是不是乾脆裁測這一些人 乾脆連網路 因為你連網路啊 這些結果 唯一的一個案子 還是錯的乾脆裁測好不好 各位委員報告 他這個案子 其實他是 他認為這個是個機密文件 或是說他當中 搞不清楚 好OK 我只覺得這應該裁測 我覺得你現在在解釋 不用裁測 而他這一個單位 在裡面 一個章節 一頁一段一行 一個字都不用介紹 也不用報告的 也不用裁測 他能不能夠 最後他是不是能夠 國防部 是整個政府體制裡面 擁有最大的武力 超過警察 的單位 所以他是整個 政府機制裡面 最需要人權的 因為他擁有最大的武力 他如果 人權的核心概念 不夠落實的話 他就會成為 壓迫人民 最可怕的單位 就像這一次一樣 為什麼大家會嚇到 因為你們有槍有炮 你們是擁有最大武力的單位 人權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其他的部門人權 夠不夠了解 了解 我們都還可以再談 貴單位是最不能沒有人權的 結果關於人權的部分 你們只有在第八頁 寫一行 持續強化官兵 法治教育等等等等 及保障人權概念 只有一行 最重要的事情 在一整本裡面 只有一行 然後每一次國際團體 國際特色組織 任何的這些 國際的人權 在團體 在監督台灣政府的時候 馬政府就說 沾沾自喜 為自己抹粉說 中華民國簽了多少人權公約 例如說CIDO CRC ICERD CRPD UNCAC 我沒有要一個一個問各位 這幾個人權公約是在講什麼 我只問最基礎的 兩公約的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簡稱公正公約 我想要問一下 這一次這個憲兵 違法搜尋的這個事情 他違反了公正公約的 哪幾條 我就問最基礎的 因為你們也覺得 對基層官兵 基層軍民 這些軍人 應該要 強化他們的人權教育 請問是違反了哪幾條 報委員 這個今天是業務報告 如果要講到 我們推展人權這邊 我可以跟委員做個專報 我們有在做 沒有關係 我們做的這件事情 但是 所以我沒有要問你 竊竊的 第幾條的數字 我也沒有要叫你們 一字不漏的 背送出來 這一個國際公約 這個對 對我來講 我也沒辦法背送 我要問的是 大概是 怎麼樣的概念 總有個輪廓嘛 他違反了 因為你也知道 是人權出了問題 所以是哪一塊 在公正公約裡面的 哪一塊 出了問題 報告委員我這個 真的不清楚 可是委員講到 尊重人權 這是我們 基本素養 我剛剛 我們國軍是保護 人民的 不是來迫害人權 所以我必須要講 你們現在連人權是 到底 侵犯了哪一條人權 都不知道 我跟您報告 第九條 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 及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 予以逮捕或拘禁 非依法定理由 及程序 不得剝奪任何人的自由 等等 第十七條 任何人的私生活 家庭 住宅或通信 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 請名譽及信用 亦不得非法破壞 還有很多別條 我就不在這邊一一敘述 我只是要說的 我要強調的是 我沒有要你一字不漏的背出來 但是這些是很簡單的 人權的概念 沒有概念 然後我們要去落實 所以在這邊 我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馬總統沾沾自喜 常常講自己這個人權進步 這幾年怎麼樣 然後各個部會 事實上是連局處首長 任何人權公約都不知道 不管馬總統在外面 簽幾個人權公約 跟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基層的這一些局處首長 叫他講一個人權的概念 講不出來 我不是要怪你 我想要拜託你們 如果要幫助台灣的話 未來的 一個月內可不可以提一個 人權教育的失敗報告 你不用改進報告 因為改進交給新政府來處理 你提一個八年來的人權教育的失敗報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馬總統怎麼簽 我們基層 我剛剛請全部的局處首長來講 講不出 到底違反了哪一個人權 講不出來 請一個月內給我一個失敗報告 不是施政報告喔 失敗報告 也不是改進報告 就是怎麼失敗的 拜託你補充 然後 最後我想要問 這個失蹤的黑檔案 如果這次這三分報告 還有這一千多份外面的這些 都拿回來的話 我們的處理程序是什麼 我們會怎麼 我不是要你背出來說 給哪一個人什麼名字 放到哪一棟建築物的幾樓 的哪一個櫃子不用 它的程序是什麼 會放到哪裡 大概怎麼放 昨天原來講的這些都是國家的檔案 應該是要保存下來的 所以其實只知道要保存 難怪 為什麼 跟軍淵有關的 像這個黃國璋 二十幾年前的這個 軍淵的案件 檔案也失蹤 洪仲秋裡面的關鍵影片也失蹤 這一次簽下自願搜索同意書的關鍵錄影也沒有 然後現在外面 一大堆檔案流落街頭 我想在這裡 也要拜託你提供一個失敗報告 最後請給我二十秒就好 這個失敗報告一定要包括 國防部裡面還有哪些部門可能引力檔案 哪些部門專門在流出檔案 哪些部門可能在銷毀檔案 哪些部門還有你不知道其實它可能也有檔案 不明不白的 這個可不可以一個月內給我一個 關於檔案管理的失敗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們檔案有它一定的 我知道 這個一般的人不會了解有什麼管理 我只要確定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 發現的缺失我們怎麼改進的 不用改進 交給新政府改進 怎麼失敗的就好 至少知道怎麼失敗 你們不可能有辦法改進 八年來發生過多少事情 我不會要求你們在兩個多月內改進 告訴我怎麼失敗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 現在我們的保管 怎麼流出去 怎麼失蹤 為什麼沒有錄影 哪些部門可能還引力哪些檔案 請給我一個失敗的報告 不是施政報告 謝謝 謝謝